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而OTC市场里面呈现微浮性的一个下跌 几乎是跟平盘差不了多少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要讲的一个部分叫做穷扣 墨追 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的结构 它必须 必须 必须 我讲了三次一定要去做改善 为什么会如此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台北股市我们有在整个一个 从5月28号 5月29号 5月30号到今天为止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 在5月28号是台北股市 这一波的最高点 最高是21937 我就跟大家讲说 重点是在内智力 能不能够抬头的后520时代 再过来 你不能够到最后是群魔乱舞 台北股市到了一个 所谓的5月29号里面 我们有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能就要去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在5月27号的时候 它的正乖离太大 你到5月28号 本坡的最高点 你去买 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就要打屁股 因为你是在正乖离过大的时候 去做最高 OTC我们在前天也讲过 说昨天它是5日均线的正乖离很大 所以昨天不要去做最高 所以昨天震荡 它开始震荡在5日均线 为什么说穷扣墨锥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OTC的部分 的确我们在今天里面看到了 OTC的市场 它上涨的加速它是非常多的 它是非常多的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也因为你的一个投机 它去选择在今天的OTC 大家知道几档涨停板吗 20几档涨停板 20几档涨停板 但是在20几档涨停板的过程之中 你的KT指标在高档 大家都看到了罗生 那种没有成交量 又索码涨停板的时候 让大家很high 让大家很兴奋 所以大家都来了 尤其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之前可能出生段 或是主生段没有赚到钱 现在就有了贪念 那个贪念里面就会被人家利用 也就是说 因为低价个股 每一个人都买得起 很多人很喜欢 尤其你在用遥控器 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你很喜欢涨停板 你还有high 那你去追逐这些的 没有成交量的个股 你赚一支算运气 你赔掉在后面里面 把你过去赚的钱赔掉 它是很正常的 因为根本没有成交量 我今天算了一下 在今天集中市场 加OTC市场面 有40几家涨停板 但是高达10家以上 成交量100张 200张 300张 不到1000张的比比皆是 你像这个涨停板什么用 你这样子的一个涨停板 你在群魔乱舞的过程中 你没有办法去改善你的结构 我说穷扣墨追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这个成交量没有了 OTC好不容易有成交量 过了之前的高 你现在里面让它跌破了无均线 然后没有成交量 你的KT指标就弯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人的贪念 会造成这个行情上面来讲话 它反而走不远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说台币股市在今天真的可惜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 要去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说四度的投机可以 但是你的过度的投机 你可能未来里面 你在股市的一些的钱 你会血本无归 你在最近里面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被股市在内支引导的时候 内支分成很多 有正规军的投信 对不对 有所谓的一个帮老板操盘的质引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还有一些忠实户 如果你现在都到群魔乱舞 群魔乱舞就是在多头的磨坡洞 他的一个特色之一 当你都在群魔乱舞的时候 我就说忠实户这些有钱人 他本来很护着的一些的个股 他把那些个股本来锁码在身上 他会看到群魔乱舞的时候 他知道他可能是多头的磨坡洞 他就会砍出去 那他一旦砍出去 那配合到目前 整个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我说他一定会承受压力 因为承受到整个美国股市 或是美国如果不降息 而台币贬值 他的被动型基金的压力的过程之中 那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的中实户也在卖 外资也在卖 你的指数一直跌 请问你这些个股人撑到哪里 你就撑不了太久 大家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比快的 尤其在最近没有40%以上的投资人 他是在做当冲 但是你的当冲 你到底你自己本身里面来讲 你的技术 当冲的技术 你有沒有厉害 你厉害你去冲 可是我管过证券经济事业部 你知道吗 大部分当冲的投资人 我就说过他都是赔钱 他为什么统计 政府的统计是赚钱 是因为他赚钱就冲掉了 赔钱的只要有钱就留住了 但是你总和统计他的一个库存 跟他的当冲赚的钱 他是赔钱的 他真的是赔钱 所以你一定要有技术 我就随便做个举例 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很多股票 今天的跌停是昨天的涨停 甚至有些的个股被冲 冲得很可怕 像今天2609的一个阳明 谁也不知道他明天来 应该说下个礼拜一会怎么样 但他今天就是不再分盘交易 不再分盘交易的时候 一开盘 一开盘 开高 可是你来看 他是不是一波 一波 没有比一波高 一波这边还守住 没事没事 从这边就开始一波比一波低 一波比一波低 然后这边买的人 一路杀 这边一波比一波低 就是在整个一个 没有分盘交易之前 今天之前去买的人 一直卖 然后今天就下来了 然后尾盘快跌停 大家要冲回来 所以这个跟下个礼拜一的走势 是没关系 所以台币股市 因为现在的当冲力量 里面来讲的话很大 你要避免被什么 避免被人家阻击 对不对 你在阻击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操作上面 你就尽量低阶 尽量是低阶 也就是买黑 买黑的方式会比较好 但是你买黑 我有跟大家讲 现在内置的市场 你要重题材 你要重视位阶 假设你是位阶低的 高价个股OK 你要位阶高的 可能就是适合低价个股 高价个股的好处就是 因为一般投资的他没有 他如果筹码清洗得干净 他比较容易有波段的获利 我在之前就验证给大家看 3443的创意 当整个大家都不要 没有信心的时候 骂骂 骂翻了 我说这个左肩 这个打出一个右肩 然后你去买进 当时候的一个四星跌停板 是1245 你到最高是1580 整整一张是赚多少 3万块以上 实实在在3万块钱以上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个道理 我说四星之后 可能有机会打右肩 然后第三季大成长的 我说6805的富士达 我们跟他讲 会大涨的这一天 我就跟他讲 我说跌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当时候是在这一天 我说他跌我跟你讲 他大涨你不要去做最高 只要是在季线下的个股 不会单脚上去 他一定会拉回 这是左肩 这会有个右肩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说股票里面来讲话 在这种过程中 台北股是要走得远 走得好 能够让第三次的延伸坡 再去做持续 我说涨多拉回是很正常的 假设你还要有第三波的延伸坡 你这个结构要改善 你这个结构如果不改善的话 那他一旦失控 这个台北股市就比较麻烦 因为今天是MSCI季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他尾盘出量是很正常 但是技术面会管我是不是 MSCI季度调整吗 不会 所以我们以这个电脑图上面来看 这个最大量是19291 你的延伸坡要能够持续下去 19291就是不能跌破 对不对 那你现在里面来讲话 假设你的中短线要延续强势 那你的月线不能够去做跌破 因为如果你跌破了季线 我就说它不会单脚反船 美国股市之所以要两只脚才上去 就是因为美国股市当时候跌破 季线来到半年线 我说美国股市也不用想得太复杂 美国现在不是所有的经济产业都好 为什么今天台湾里面来讲 一些所谓的一个 我跟大家讲的A等级的公司债 或投资级的公司债 涨了将近1% 就是因为它公布的数据就是不好 它就是股市太好 就靠那AI在撑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 大家可能稍微去做一些留意 听清楚我讲的 你做短就是做短 你就近代日KT交叉向上 个股是如此 大盘也是如此 你要做短线你就选择 日KT还在多方的 守住大量区间的 守住什么 守住轨道线的去做 对不对 然后强势的个股拉回的时间 守住你去找买点 就是短线个股 你做长线的 你当然选择右下角低位阶的个股 利空 顿化 打底的个股上面 从而比较干净的 你去做买进动作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说这一次台北股市 你唯一要注意说 因为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你就是我管你是不是到2万2 我管你是不是到2万4 你就是够三成的现金部位在手上 或是A等级的公司债 或是投资级等级的公司债 现在就是台北股市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会如此的一个建议 因为它的周线 中线是背离的 中线的威力是大于智线的威力 月线的威力是大于周线的威力 假设你现在整个一个周线收黑了 假设你不能够整个结构的改善 使得台北股市守住月均线 再往上 你这个时间点 你的整你的时间 如果周黑地交它向下 它是不是就要比较长 它就要比较长 你做短的人 你当然可以把现金部位 变成三到五成 从三成变成三到五成 大家自己留意 至于OTC的部分 你就要观察了 因为OTC在今天是跌破无限 对不对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子 找那种没有量的个股 群魔乱舞你没有量 你OTC也走不远 所以你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要稍微留意这个现象 我今天倒要去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说大家都知道 在科技产业之中 新的产品最大的梦想 我们就说股价因梦想而伟大 都是旧不如新 都是旧不如新 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居然也出现在几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今天里面来讲 就看得出来 说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黄仁勋董事长的宴客 或是广达林百里的一个宴客 他出现了新的名单 这个新的名单 他到底是不是选股的一个逻辑 他到底是不是 他打入新的一个供应链 大概答案就是如此 有可能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到底有哪些的公司 在这一次的宴会 大家非常的压抑 居然有他 有一些新的订单的可能性 我们等一下里面 进一段广告告诉大家 我就说 有时候你就要去想 假设你跟黄仁勋董事长没关系 他来找你吃饭 他钱太多 当然是有关系 你会问我说 可是台硕的老板也有进去 台硕跟科技产业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也是会有关系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动足先机 所有的东西来自于 我就说 因为黄仁勋董事长上面 他有一点点来讲 我们的台湾人的情味 body body german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之中 人不亲土亲的过程之中 他的订单一定会随着 跟他的交情跟关系上面 会有所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动足先机 在这一次的宴会名单里面的新面孔 新名单 找出一些的机会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进旁广告会来告诉大家 要跟上鼠方在盘中的操作 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跟上我们在未来盘中的全新的操作 你好 欢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这一次里面台北国际电脑展 非常多的科技产业 即将开始秀肌肉 这个肌肉要怎么来 大概就是几件事情 我们在之前方姐talk show谈到了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谈GV200 因为他可以无限的一些的串联 这个无限的一个串联的过程之中 他就是通往什么 通往你要全自驾 通往你要机器人里面的一个引擎 也就是说他开始了一个高速运算里面 另一个AI的革命的时代 那就是GV200 GV200就有非常多的一些人去做参加 对不对 可是大家都耳熟人详 广达 微影都耳熟人详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说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他新进来 而且市占率会蛮高的 就是工业复联 工业复联的部分就是由鸿海 他去主控的 所以鸿海就新的做上兵 刘良伟就坐在黄仁勋董事长的旁边 可是如果说你去买鸿海 那他不是不好 但是他会面对到的是什么 他会面对到的就是外资 外资里面在这个时间 会根据新台币的变化 根据美国股市的变化 MSCI纪录的调整 他去做了一些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你就要去留意 我说集团各国有三个集团 一个是广达集团 一个是鸿海集团 一个是合硕集团 这三个集团里面在6月份 我说集团作帐 法人作帐 以及在未来 未来AI的大军 你单打独斗是不可能 因为你没钱 他非常的烧钱 他在研发的过程中 非常的烧钱 所以只有团结力量大的过程中 集团的各国 最容易切入这一块 你就想想看 马斯克 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 他多么自负 多么臭屁的一个人 他照样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认错 他去买了辉达的晶片 H200 1万颗 1万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去知道说 在这种过程中 他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马斯克要做的 叫做XAI机器人 XAI 我们就说X战警 有没有 你看他这个多会想到 以前X战警 就是一个机器人 对不对 你就想到XAI 整个一个所谓的 黄仁勋董事长上面 他就从Figure AI里面来讲 来到了机器人的部分 那我说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说如果以这张字卡而言 你光着看不够 台湾如果按照它的定义上面 至少100档 200档以上 都是机器人概念个股 可是我们要如何去看到一些的事情 我们说广达旗下就是广民 广民旗下就是有达民 主要是达民是属于机器人 所以说 台塑董事长为什么会去 台塑的高层为什么会去这个宴会 很简单 台塑对于AI来管理仓储物流上面 是最积极的台湾一家公司 所以每一次黄仁勋在讲AI 他必到 演讲也必到 你就知道说 原来机器人要开始进入 蜀方说的第一个阶段商业化 就像AI要进入第一个阶段的商业化 就是AINV跟PC 机器人也要进入到第一个阶段 商业化 物流 仓流 去做一些的管理 所以Amazon 亚马逊 他就是物流跟仓流很重要的一家公司 就是为什么那么喜欢买AI 就是这个部分 台湾就是台塑集团要开始进来了 好 这里面来讲就出来 大概就是说6188的一个广民 他就是广达旗下的机器人 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在这里 对不对 现在在这里 可是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他可能要秀的机器人里面 你有没有发觉新的座上兵 新的座上兵 是2377的维星 我们昨天就讲说你短线可以卖掉 可是如果拉回 你可能可以注意这一支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吃饭 有找维星的老板 有找维星的老板 这一次就我目前的了解 当然因为整个一个 所谓台北国际电脑站还没有展开 这一次维星展览的机器人 是最吸睛的 不是什么罗森 也不是所谓的广民 居然是维星的机器人最吸睛 我给他做一个形容 他会出现两款机器人 他会出现两款机器人 上一次在GTC大会里面 黄仁勋董事长机器大军 只能用投影的 对不对 这一次里面会有实物 真的有所谓的机器人大军出来 这里面来讲的话 光是维星就会出两款 带有AI人工智慧的机器人 一款称之为刚刚讲的 整个作业系统里面 机器人手备 我说机器人手备 只要是工具机的都会做 机器人手备 但是它带有AI 它可以让它的合作上面 跟它的一个产品线上面的管理 跟它的所谓的物流上面 是更好 这是一款 但这一款没有什么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第二款在维星要出的机器人 我说为什么它可能比广民 会更吸睛的原因 它第二款的一个机器人 就不得了了 它会听声音 它会看人脸 它会使命必打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里面来讲 要做到机器人送货 物流的部分 送货 不是在那边机器人手臂 咚咚咚咚咚 这样在一个定点上面 锁一个螺丝钉 假设你要从这个A点 到B点 你要有视觉 对不对 然后你要会去做预判 所以我说 维星它可能会发展出来 叫做一个什么 NPU的部分 叫做预测能力的机器人 它这一次要发展出来了 它会听 它会看 这个机器人就不得了 它就会以后 大家如果仓储的部分 到哪里 到哪个定点 它用看 它不是你去用程式设定 它用看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拉回 你如果有卖 拉回的时候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这一次来讲话 这一次GTC大会之后 来到台北国际电脑展的 机器人的大军里面 最吸睛的 有可能是维星 这两款机器人 因为它已经带有AI人工智慧 并不是一个很纯粹的 整个一个机器人手背 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这种拉回的个股上面 而且这一次 新的 那就表示它真的打进回打 这个部分大家留意 另外一个就是6125 如果你有看 薯方Talk Show 我就会讲 一军齐红双红 对不对 可是一军很贵 你买不起 有两个比较便宜的 一个是6125的广运 一个是3338的一个泰索 泰索它是打入抖音 中国抖音的AI伺服器的一个散热 6125的一个广运 它是怎么样 它这一次居然是坐上宾 它说它机器人 不是 它不是在讲它的机器人 它是在讲它的水冷 也就是说 既整个一个双红齐红 齐红是正在认证 还没过 既双红之后广运有可能打入到 它水冷的一个系列 所以你看 是不是新不如旧 维新应该是受到MSCI纪录调整 你自己去做留意 这个就应该是确定 是回答供应链 新的供应链 这个部分 你自己稍微去做留意 红准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 红准在整个一个 红海集团里面 它会做机壳 它会做散热 当然散热版 目前还在红摆 可是只要订单多了 就一定会有红准的份 机器人是不是也是它在做 你来看我们就说 你自己去做低线 你昨天拉回不买 你今天去追 快要涨天板去追 下来 你要怪谁 但不用担心 它这个还是守住什么 大量区间 这就是上冲下洗 它造成的一些的一个原因 整个一个所谓的 一个散热的部分 机器人的概念里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你不要一直去买 短期中 因为机器人要比CPU更晚 可是它在现在里面 既然可以商用化 那就代表有些的机器人的 概念个股可以赚钱 我就说你去选择 就算没有机器人 它本身的获利也很稳定 再加上机器人未来的远景 它已经做出来了 这种个股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你可以去做守株待兔 至于在刚刚也谈到说 有些的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你要逢低去做布局 我就跟他讲说 打底的形态 有个W底或是头肩底 抖我头肩底 就是右肩打底的时候 量缩支撑不破 你去做买进 W底就是第二只脚 勾脚的时候 你去做买进 这样你的部分会比较好 至于在CPU 你自己看看 我们在400块钱 跟大家讲忘记 我说500块钱叫你 尊重他以下 我有没有说错 我没有说错 8210的一个情城 我们从100多块钱 也入座上去 你去追高 你现在拉回 你当然会痛苦 所以股市之中高与低 你要去做一些的判断 不是一个死多头 也不是一个死空头 你看蜀方的一个节目里面来讲 我都是完整呈现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让你得到一些股价的一些的验证 虽然你要跟着蜀方一起动足先机 跟上我们在盘中的一个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一些的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